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The Naga The Naga 前两天就一直下跌 连续跌了两天 当它跌到这个支撑线 也就是我之前画的这个支撑线 8.2亿左右的时候 今天呢,就弹上去了 它收盘的时候是最高价 8.47 这个8.47呢 也涨上去这个60天均线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 我们可以讲说大师兄终于要回来了 也可以说之前这个支撑线呢 现在也受到它的考验 顶住了 弹上去 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站稳上去这个60天均线 今天是收盘站上去 明天我们看 它有没有机会站稳上去 来到一个青色的这个蜡烛 如果有的话,这样就稳了 上一次的时候就是因为 这个谁 这个美国 某某人 就 飞去台湾的时候呢 就害到市场 就大跌嘛 现在它飞走了 我们再看一下它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冲 它的这个主力线肯定是这个了 9块钱 看一下这9块钱有没有机会达到 我个人认为呢 它要突破这个9块钱呢 是有点困难 但是谁知道 我们只是可以继续观察 看它有没有机会站上去 现在8块半左右 还有5毛钱的空间 我们就继续观察吧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你的钱你自己做主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吧 谢谢大家